我們今天的話就是心靈服務站目的就是希望提供給現場 就是參與這些社運的活動的學生們 那在這個學生參與學運運動的過程裡面 遭遇到一些創傷或是一些挫折的時候 希望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可以讓學生一起來做一個聊聊 希望能抒發他們的心情 能抒發他們的情緒 對 就是不要在情緒上面有這麼緊繃 這麼的無奈或是有那麼的一點 就是不知所措的狀態之下 可以跳過我們的方式 這是心靈服務站的目的 所以您是為了這些心靈受創傷的學生來成立這個站的 對 因為經過行政院那一次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學生會遇到就是在 強制暴力驅離的情況下也遇到一些創傷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他們在這樣子服務站裡面 再透過聊天的過程 在心靈的創傷上面可以減低跟減少 請問一下你們成立多久了 這個服務站 就在 上午 就是24號 25號成立 有有 就24號晚上驅離嗎 那25號就成立 還是26號這樣 這已經五六天了 對 有同學進來尋求協助嗎 有 還是會有同學 大概會來聊一聊這樣子 這樣 好 那你覺得經過這樣的溝通以後 治療以後 他們有沒有心理上有沒有舒坦一點 效果如何 應該是說經過他們聊天之後 因為有跟別人對話跟聊天 所以其實多少在情緒上面 其實可以透過聊天的方式稍微有一點淑解 但是其實也會有一些同學大概在不定期的時間裡面還是會重覆來 對 所以其實聊天聊一聊還是會對他們來講還是會比較好 畢竟還是一個情緒上的宣泄這樣子 一個管道 那請問一下這個活動結束了以後 你們也會留電話給他們讓他們到哪裡去尋求嗎 因為短短的時間可能他那個還有 總是不可能一兩短短時間就結束他的心靈的創傷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這個在目的先純粹是放在說跟同學聊天 那如果真的在過程裡面真的發現他會需要一些活動進階的活動的時候 才會特別在聊天 那女人車上其實我們在這裡只是提供就是純粹聊天 然後有一個平台 然後不會就是用醫療的角度來跟這些學生做對話 對 所以純粹就是先用情緒出發的方式再做 好 我了解了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